儿子 你结婚就给他们家两万块钱的彩礼吧 妈 两万太少了吧 他妈说要二十八万彩礼 你给两万他们准事不乐意的 他妈这个老不死的要这么多 他们怎么不去抢呢 妈 不多了 他家说了不要房不要车 只要二十八万彩礼 你个臭小子说什么呢 你这是向着你对象家说话吗 你这还没结婚呢 就胳膊肘向外拐 不是 妈 你别生气 他要这么多我也没办法 你再想想办法吧 行 既然他要二十八万 那你就答应他 别说二十八万 就是要一百二十八万 咱也答应 妈 这我怎么敢答应啊 到时候拿不出钱怎么办 多丢人呐 我再跟我对象说说 让他再跟他妈商量商量 还商量什么 再商量最少也要十万 你听我的到时候 台里一分都不用给 真的吗 那是什么好办法呀 你对象现在不是和你住在一起吗 想办法让他有孩子 还有尽量拖时间先领证 好的 妈 我懂你的意思了 两个月后 妈 你交给我的这招太厉害了 再加上你儿子 我身体强壮 这下咱们不用花多少钱 也能娶到媳妇了 那必须的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现在什么情况了 怀孕已经一个多月了 现在他比我还着急领证 这下就好办了 我们现在连提亲都省了 更不用管彩礼房子和车了 现在未来丈母娘 找我商量办婚礼的事 我可以感觉到他有多着急 他居然还没有忘记彩礼的事 说不要二十八万了 给十八万彩礼就行了 哼 他简直吃人说梦 现在还想要十八万 给他个一万块钱 一丝一丝就行了 好的 妈 我这就给小颖打电话 亲爱的 我妈说就给你家一万彩礼 什么 你说什么 我妈找你要十八万 你竟然才给一万 你和你妈怎么想的 这都什么年代了 十八万能娶媳妇吗 亲爱的 你怎么这么想的 彩礼就是个意思 咱们结婚了 我的不就是你的 你别光顾着眼前 咱以后有的事钱 行吧 我回去再问问我妈 一个小时候 小颖 你跟你母亲商量彩礼的事 商量得怎么样了 我妈说彩礼十八万 这是最低要求 不能再少了 怎么还是这么多 你妈怎么是由言不尽呢 当初二十八万彩礼 你不是满口答应吗 现在才要十八万 你还嫌多 我妈说了 这个钱不是他们自己留下 而是给咱俩的 为咱们小两口以后 过日子有个保障 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 我家没这么多钱 你家经济条件还可以啊 你父母都有退休金 这点钱 对你们来说不多啊 既然是留给我们过日子的 就别要彩礼了 不就行了吗 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咱们都已经领结婚证了 而且你现在已经怀孕了 咱们两个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别不给你家彩礼 现在得看看我家的心情 小凡 你变脸太快了吧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我也不是什么心狠的人 别人家嫁女儿都有彩礼 我们家也不会差似的 我们就给你一万块钱 一丝一丝得了 你别开玩笑了 就一万块钱 连我们家亲戚随的份子 都不止一万块 怎么着 你还嫌少 看来你还没认清现在的情况 你还是回家再和你母亲 好好商量一下吧 不给十八万也行 那就给套婚房吧 婚房肯定没有 等以后有钱了再买没钱就算了 你嫁给我 肯定要带点赔假吧 就赔送一辆 不低于二十万的小汽车吧 你们家也欺人太甚了吧 我要跟你离婚 离婚你可要想清楚 离了婚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以后你再找对象 可就是二婚了 你还带个孩子 谁还会有你啊 我以后得告诉我兄弟们 找对象就得找像你这样的独生女 真的是被家里宠得又没又傻 我是这么信任你 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对我 我真的太后悔 当初没听我母亲的话 就不该和你在一起 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 你自己考虑考虑吧 别忘了跟你爸妈也说一声 我家的要求 小影大哭着回到家 伤心地和母亲 说了南方家的所作所为 傻孩子 你和她住一起的时候 爸妈就极其反对 可是你就是一意孤行啊 结果闹成现在这个局面 妈 我想着住一起 就能提前了解 结婚后的生活 谁知道 她的甜言蜜语和承诺都是假的 其实 我和你爸早就给你买好了婚房 毕竟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我们怎么舍得看你受苦呢 你当时执意要去她家住 我们拦不住你 只盼着她家只是穷 会对你真心的好 再不计 就是让你吃点苦头 改掉你那 不壮南墙不回头的臭毛病 可谁知道 你就不知道保护好自己啊 结果怀孕了 妈 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早就给我准备好了婚房呢 一是爸妈准备你结婚当天 给你个惊喜 二是 如果爸妈提前说出来 有这套房子 你肯定要告诉小凡 他家要是知道 你有这套房子 说不定又有什么奇葩操作呢 是的 哥以前我确实会告诉小凡 傻孩子 你还记得小凡第一次 带你去买房子的时候吗 当然记得 还带着银行卡去的 说看上合适的立马就买 可结果呢 为什么交手付款的时候 他突然说卡有问题 刷不了了 你有没有怀疑过 他拿的那个卡 根本就没有钱 一切都是做给你看的 照现在来看 你判断的都是对的 他家一切都是骗我的 他们一家人太会演戏了 知道我脸皮薄 肯定当面不会验证他们的 女儿啊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妈问你 你现在是怎么考虑的 你还想跟他继续下去吗 妈 我不跟他过了 我要跟他离婚 孩子 妈妈也是这样想的 她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以后 就算没有人愿意娶你 你放心 爸妈会养你一辈子的 第二天早上 小颖就拿着离婚协议书 来到小凡家 把这份协议书签了吧 反正现在什么都不涉及 咱也没有什么财产纠纷 签了这份协议书 咱们就一刀两断 你说的简单 那孩子呢 这就不用你管了 我已经约好了医院 下午就去手术 你不是也说了吗 带着孩子不好再嫁人 小颖啊 你可别冲动 冷静一下 做那种手术 可是对女人伤害很大的 很痛的呀 别假惺惺了 我长痛不如短痛 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再看到 你们一家人的丑恶的嘴脸了 赶紧把字签了 我下午还得去医院 你给一万彩礼 你现在还想怎么样 还想再拖时间吗 拖到我必须把孩子生下来吗 我现在再也不相信 你们一家人的话了 你们家一直欺骗我 你们触碰了我的底线 这婚我必须离 亲爱的 不错了 我让我妈拿十八万彩礼 车我也买 你嫁给我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你别在这糊弄我了 我是不可能再相信你了 你给我滚 我这辈子都不要看到你 现在你知道后悔了 后悔也晚了 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今天咱们就去民政局 我今天就要跟你离婚 你这个臭女人 别给脸不要脸 我们家给一万块钱的彩礼 我儿子还怕娶不到媳妇吗 婆婆越说越气 上去就是给小颖两巴掌 接着又在小颖肚子上踹了几脚 别以为你逼着我儿子离婚 就可以在我家放肆 小颖只觉得肚子剧痛 捂着肚子报了警 十分钟后 叔叔来到现场 小颖被送到医院 母子俩被关进小黑屋 大家支持小颖的做法吗 母子俩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一起在评论区聊聊吧